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中贸易谈判进展良好 美国也没有按原计划3月1号把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关税 从时尚调到25 中国去年对美国农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 美国大豆牛肉 猪肉和肉鸡是第一批被加征25关税的产品 特朗普总统在推文中没有说 他要求中国取消的农产品关税是否仅限于去年加征的关税 几天前特朗普宣布了推迟上调中国产品关税的决定 并提议在佛罗里达州他拥有的海湖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最后敲定美中贸易协议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 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美国2017年向中国出口了将近200亿美元的农产品 比向美国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加拿大的出口少大约9亿美元 葫芦很迷惑 为什么川普总统要用推特表达政府意见 或许是用来安慰美国农民 接着葫芦与您说说中方强烈反对加拿大启动孟晚舟引渡程序 加拿大司法部周五宣布经过彻底和全面的审视证据 决定推进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程序 加国颁布授权进行书启动了可能长达数年的审讯程序的第一步 孟晚舟将于3月6日在温哥华的听证会上出庭 届时将确定接下来引渡听证会的日期 熟悉引渡法的加拿大刑事律师波婷表示 引渡听证会通常被安排在6个月内 孟晚舟的律师大卫马丁发声明说 我们对加拿大司法部的决定感到失望 因为美国的指控明显带有政治性质 连美国总统都多次表示 如果对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协定有帮助 他会干涉孟晚舟的案件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也发表声明 表达强烈不满 孟晚舟案不是一起简单的司法案件 而是对一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政治迫害 家方尽管标榜法治原则 司法独立 但并不能掩盖其在孟晚舟案上犯下的错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2月28日记者会上 曾针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申县SNC公司丑闻案 质疑加拿大司法的独立性和双重标准 葫芦认为中国政府的指责只会推进引渡程序 加拿大引渡孟晚舟与政治没有关系 最后葫芦与您寥寥用铁丝网围住两会代表驻地的去世 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今天开幕 北京维安大升级空前的保安措施 让北京市民惊慌 出席两会的代表顾名思义都是人民代表 但是网络流传的北京市一座住着两会代表的宾馆 被铁丝网围起来的照片 让许多人诧异 作家陆天明就此评论 中午去附近一家肉饼店吃快餐 路过一家宾馆住两会代表 整个宾馆都用蓝色铁丝网包围起来 警车警察辅警便衣如灵大敌 保护好人民代表绝对应该 但需要用铁丝网将住地保卫吗 我在北京四十多年来 年年有两会 唯有这两年看到动用铁丝网包围代表住地 用铁丝网隔离人民和来开会的人民代表 是不是有点过分 给民众一个什么感觉 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发推说 不但是把人民当敌人 也是把代表当敌人 就是要让代表们知道 只准老老实实 不准乱说乱动 有网民评论年年有两会 唯有登基后 这两年看到动用铁丝网包围代表住地 用铁丝网隔离人民和来开会的人民代表 是不是有点过分 给民众一个什么感觉 这不是铁丝网 而是一道隔离人民的墙 还有网民说 人民政府人民怕 人民代表怕人民 葫芦对中共的做法感到荒唐 也为这些只会举手的人民代表们感到悲哀 代表们花钱买选票 最后开会 如同进监狱 有意思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明天见